咱们来问问吴亦凡吧 首次触电影品感觉怎么样 我特别的兴奋 兴奋 对 然后其实一开始也是 也还是比较紧张的吧 如果有剧本你非常喜欢 但是有一些比较过分亲密的行为 你会接受吗 过分亲密的行为 比如说 请说昨天晚上 你可以告诉我 那在你眼里 有过分亲密这个词吗 那肯定还是有吧 你给我讲讲什么样的行为 叫过分亲密你就不拍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是还好 因为我觉得毕竟 要做一个演员的话 需要尝试不一样的角色 然后需要根据这个剧本 这个戏的剧情的动向 来做符合这个剧本的事情 角色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需要的话 那你是演员 你肯定要去做这个 所以就是没有嘛 对吧 如果这个戏我认可 我也喜欢这个剧本 我觉得它也需要 我也接的话 那就肯定就没有了 代表你的粉丝问问 如果让你秀身材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接受的尺度是没有 只要是角色是合理的 不是为了刻意露而露 就没有问题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 比较合理 当然这个戏我不一定会 一定会接了 如果很好的话 我觉得符合的话 再会去考虑这方面 但我不会说排斥 说不行一定听到 在中国也不可能拍过分亲密的 对不对 中国我们是有审查制度的 哪能随便那么亲密 第一次就跟这么大导演合作 而且还担当男一号 压力大吗 画压力为动力吧 哎呀 回答得太好了 特别官方 第一次见到导演是什么感觉啊 第一次见到导演在什么感觉 好美啊 这个也是实话 当然 当然 咱不从外形 外形它好美 全国人民都知道 这个性格上的 给你压力了吗 带给你那种气场了吗 我觉得比起那个 可能更多的是 就是像大姐姐一样 特别照顾我 然后像家人一样那种感觉吧 就特别舒服 不会说觉得有 什么所谓的那种 就是气场什么样的 不会我觉得 看上去特别的乖对吗 他真的很乖 是吧 对 而且他很聪明 就是他虽然没有经验 但是他学得非常快 就是你跟他说 什么东西调整 他马上就明白你要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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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